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议员 美国富比市杂志2018年全美百大银行榜 前阵子出炉了 以华裔客户为主要市场 全美规模最大的华美银行 再度荣登前五名 创下了连续八年 挤身前十五名的傲人成绩 美国富比市杂志 发布了2018年全美百大银行榜 华美银行再次拿下优异的成绩 名列第五位 成为前十家银行中 唯一以华裔客户和企业 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商业银行 这也是华美银行 连续第八年产联榜单前十五名 富比市杂志 从2009年开始 发布年度全美百大银行榜 评估全美上百多家银行的财务状况 根据银行成长 盈利能力 资本充足比率 以及资产品质等相关指标 进行评估 华美银行 以特有的金融桥梁服务 以及跨境网路 为顾客提供独有的商机 深得新旧客户的青睐与信任 强劲的季度表现 让华美银行成为 全美规模最大的华裔商业银行 在美国以及大中华地区 共有超过130个服务据点 提供全方位的商业 以及个人银行服务 想了解更多华美银行的讯息 欢迎登入网站查询 中天频道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